為感驗媽媽的性腦 草屯鎮三角社區邀集社群民眾一同換度母親節 一大早現由登山健行活動暖身 主題除了感恩母親外 也強調健康與節能減碳 現場設有健康檢查及宣導攤位 讓勞苦功高的媽媽們感受母親節溫馨的氣氛和滿滿的祝福 在早上六點我們就開始兵分山路有三個點的一個践行 帶到我們是大人 或是說小孩 重招去走 我們山腳里附近的這些 包括光會 雷葬室 跟他們的環保小站 還有我們的洗腳泥 還有我們社區 很多團體也要請他們來表演 這部安排得非常好 當然也沒有摸菜 所以雙腳里的母親節 慶祝的活動都說非常老實 除了有精彩表演及摸彩活動 還安排四代同堂洗腳禮 及反捕壽面 不管是小朋友或是六十幾歲的居民 跪在地上幫媽媽洗腳 及為媽媽吃麵線 讓兒屬們回報養育之恩 並用行動和語言表達感謝與愛意 四代同堂洗腳禮 四代同堂環埔的 壽面來表達我們真正的 每一代每一代傳承下來 給我們的道德 流傳給我們所有的利民 做一個最親近 報答母親的行為的工作 我也希望這是一個 透徹內心裡面表達出來的 一個最好的孝敬皇后 先遠離周中感謝與肯定社區及里長用心策劃 社區民眾參與情況相當踴躍 希望藉由活動的辦理 慰勞媽媽們的辛苦 讓每個人為母親喝彩 也帶給長輩們不一樣的過激氣氛 主辦單位表示每年這個時候見到參與西角的家庭 充滿著幸福感人氛圍 感恩每位母親為家庭的付出 藉由活動的舉辦 向勞苦功高的母親表達最誠摯的敬意及謝意 記者洪一輪 草屯 載訪報道